缅北电炸新生代国感四少 接手家族产业魏清涛已在中国露网 魏清涛国感四大家族中未超人的次子 家族内地位显赫 其解则是亨利集团的董事长魏荣 在严格意义上说 魏清涛可以被认定为亨利集团的二把手 他们家族以多种犯罪手段获利 其中包括打造线上网红方式 引诱中国人参与电信诈骗 同时也牵涉到非法贩卖人口 故意伤害 故意杀害 非法拘定等多项的危险活动 罪行之中令人砸手 这一次魏清涛被抓 终于将魏家族的罪行曝光于是 如果他们仍然选择不悔罪自首 那么他们必将面临血债血偿的严重后果 然而魏清涛的被捕却让绵点海拨陷入了尴尬境地 此前他在直播当中一直自居为亨利集团二把手 还夸口亲手参与过无痛活嘎技术 将中国人行人为行走的人民币 然而随着魏清涛的被抓 他再也无法继续这样的伪装 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擅长诈骗流量的高手 这次的揭露让他无法再进行演戏 将他原本虚构的形象暴露无遗 魏家族所涉及的罪行不仅仅局限于电信诈骗 而更是涵盖了更加黑暗的领域 通过制造线上网红 他们成功的引诱中国人前往国杆地区 将其牵涉进电信诈骗的漩涡当中 这种犯罪手段不仅仅是对财产危险 更是将受害者卷入非法贩卖人口等危险活动的境地 魏清涛的几件 亨利集团的董事长魏荣 作为家族核心成员 其卷入程度和罪者不可忽视 整个家族仿佛深陷于犯罪的泥沼 对人性的践踏和侵犯毫不手软 然而事实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 他只是一个擅长诈骗流量的高手 为家族的罪行提供了技术支持 同时他自己也运营着自媒体账号 凭借帅气长相 以及高调挥霍 又喜欢晒自己豪车豪表豪宅的性格 斩获大量女粉丝 他之前的夸大和虚构 只是为了混淆视听 从自己打扮成家族的核心成员 这一揭露让绵点海拨的真实面貌显露 成为整个事件当中一个令人唏嘘的角色 魏青刀在忏悔视频当中的血载血肠的呼吁 引发了对于犯罪根源和其社会影响的深刻思考 这不仅仅是一家族的罪行 更是整个犯罪网络的一部分 在魏家族的黑手之下 果敢据悉的中国人遭受到的巨大痛苦 他们不仅在经济之上受到摧残 更成为了非法贩卖人口的牺牲品 这一系列罪行将整个社会 推向了一个道德和法治的边缘 魏青涛被抓 不仅仅是对个体罪行的制裁 更是对那些曾经受害者的正义回应 中国政府对于维护公民的安全和权益 一向是零容忍 对于果敢低级的中国人 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他们的安全 魏青涛在视频当中的警告 也是对魏家族的最后警告 谢战必将谢场 任何罪犯都逃不脱法队制裁 缅北 一个神秘而动荡的地方 四大嘎腰子集团 福利来 亨利 百胜和威胜 他们扭曲着这片土地的容貌 隐藏着无尽的秘密 今天我们就将深入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一探他们的底牌究竟有多大 首先福利来集团 这个有缅北首富刘振祥创立的巨头 其产业 遍布珠宝 房地产和金融等等领域 然而真正让他继身四大嘎腰子集团之列的 是其身色博彩和贩卖人口的黑暗产业 曾经通过贩毒积累财富的刘振祥 借助这笔财富和缅甸军方结谋 成功的当选国赶工商协会会长 巧妙的打造了自己慈善家的形象 然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掩盖福利来集团 真实的丑陋面口 福利来集团的众多赌场 成为其具有财产的源泉 吸引着大量的外国游客 然而这些游客却往往成为集团的牺牲品 被骗入非法交易的泥肇 集团的黑暗势力不仅仅极限于经济犯罪 更涉足政治和军事事务 甚至操纵地方政权 在这四大盖奥茨集团的肆虐之下 缅北的平民百姓遭受了巨大痛苦 许多人都被迫卷入了违法国道 甚至被沦为贩卖人口的受害者 政府和警方一直在试图打击这些黑势力 但是这四大盖奥茨集团的势力却极为强大 难以更出 他们的存在不仅对缅北的发展构成威胁 更加使得整个地区的安宁和稳定岌岌可危 面对这一问题 我们不得不思考 如何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黑暗势力的困扰 缅北的发展需要一个深刻的改变 而要实现这个改变 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共同打击这些嘎腰子集团 首先政府应当加强执法力度 对这些集团进行全方位的打击 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多个领域 此外要加大对地方政权的监督力度 杜绝黑势力对政治的干涉 只有如此才能够为民众创造出一个安宁和繁荣的生活环境 而且对于社会各界来说 也需要积极参与到这场打击黑恶势力的行动中 可以通过加强宣传 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让更多的人了解打腰子集团的罪行 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作用 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工作 共同为清除这些黑势力助力 此外国际社会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对这些集团进行制裁 限制他们的国际交往 通过多边协调 形成对这些黑暗势力的合力打击 为整个地区的安宁和发展创造有力条件 总的来说 缅北四大改要子集团的存在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需要政府 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只有通过全面而有力的打击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为缅北的民众带来真正的安宁和繁荣 这是一个坚举而紧迫的任务 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 希望未来能够看到一个没有黑暗势力阴影的缅北 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缅北 魏清涛 面对家族涉足电炸的步伐行径 依然站出 深刻忏悔 并发出庄严承诺 他坦言 那些通过电炸博取的步伐收入 实际上就是中国老百姓的辛辛苦苦积攒的养老钱和看病钱 这一荒谬的现象导致了无数家庭的破裂和智力破碎 为此魏清涛坚定地表示 他将彻底放弃从事电炸 决心不再对中国人民造成任何障害 这段让人正看的忏悔视频 标志着中国对打击电炸犯罪的坚定决心 魏清涛的表态 成为扫清电信诈骗困扰的一大助力 彰显得中方不为困难 坚决打击电炸犯罪的决心 他的承诺 除了为过去的过时深感愧疚 更是为了未来中国社会的亲民和安宁 为百姓营造一个更加公正安全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 魏清涛并非是孤立 在中国社会质体的大格局之下 对打击电炸犯罪展开的不仅是局部斗争 更是源头的狡辩 电炸涉及的家族集团 如四大家族之一的民家 都受到了中方的重点打击 明学昌作为民家的当家人 此次被列为是通缉对象 清晰地表达出了中方对于电炸源头的严肃处理 中国警方的通缉令不仅仅是一纸公告 更是对整个电炸产业链的综合打击 明学昌或许不如四大家族自立审厚 但其代表的民家和与四大家族 有着紧密的利益往来 中方的决心显而易见 不问身份 对所有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行为 进行法律制裁 这也表达了中方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正义的坚定决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绵北的安全形势逐渐恶化 虽然果敢同盟军在打击电炸犯罪方面 发挥一定作用 但是也抓住机会 吞乱夺取了这一些地盘 政府军在这场较量当中节节摆退 使得整个绵北地区陷入混乱 电炸团队的团伙 不仅威胁了百姓的安全 更使得整个社会秩序积极可危 在这个严峻的局势之下 中国政府采取果断行动 不仅打击电炸团伙 更是对恶化的安全局势 做出了有利的应对 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 维护国家安全 需要全球范围之内的合作 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 制定更为有效的 打击电信诈骗的法规 并且加强协同行动 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亲民 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 一个没有电炸 社会困扰的社会 为人们创造出一个 更加安宁和繁荣的未来 近期 缅北地区掀起了一场风波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 这场风波的主角 一是缅北亨利诈骗集团的 二当家魏勤涛 魏勤涛落网的消息 传遍大街小巷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 与其最新三倍的帅气外貌 竟吸引了大量女性粉丝的求求 这一不同形成的事件 引发了对社会道德 法治观念 以及女性心理的深刻思考 首先 我们需要对欧亨利诈骗集团 有着一个清醒认识 欧亨利集团是 缅北地区最为著名的犯罪组织之一 以及涉及的犯罪活动 而臭名照著 魏勤涛则是该组织的二当家 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 他的落网 标志着扫黑除恶的一大胜利 同时也让人们开始思考 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罪恶和阴谋 魏勤涛的帅气外貌 成为了他落网一世的一大亮点 社会对于罪犯 往往有着一种固有的刻板印象 即他们外表真理 丑陋 与社会的主流审美观念背道而驰 然而魏勤涛的案例 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 使人们不仅开始反思 美丽的外表 是否应该成为判断 一个人品行的唯一标准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 魏勤涛的帅气外貌 竟然引来大量女粉丝的求情 这一现象让人难以理解 女性们在得知她的罪行之后 为何还会选择站在她一边 为她求情 是对帅气外貌的盲目崇拜 还是对犯罪分子的过度同情 这让我们深陷 对女性情感和行为斗机的探讨之中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女性们可能是被 为情淘污的外貌所吸引 对她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感情 美的外表 通常会在人们的心理当中 引发一系列正面的情感反应 这可能导致女性们 对她的罪行产生 某种程度的排斥地处 同时呢 社会对于罪犯的审判 往往过于是严苛的 女性们可能在求情当中 表达了对于法律制裁的不满 和对于人性的某种理解 而且这种行为也引发了 对于社会法治观念的靠吻 在一个理性社会中 法治应当是公正严明的 但当女性们为了帅气外貌 而放弃对罪行的谴责时 是否反映了社会法治观念的不足 是不是暗示了一些人 对法律制裁存在着过多的 随意性和感性色彩呢 感谢观看